航空股也不例外 这也是涨多股今天的拉回 航空跟海运 那上礼拜这个强势 甚至不敢追追不上 今天真的给了拉回的空间 现在拉回续报 第一续报安全吗 拉回续报可以报吗 还有拉回有没有一个机会点 空手的人今天有机会 或是明天有机会 可以在拉回当中找买点吗 这一点怎么看 航运跟航空族群 请教一谈 我比较看好的还是 在过去谈到的航空的部分 那当然第一个 如果航空指标股 上周我们谈到 从股间比的角度来讲 长龙航算是相对 我觉得可能还有空间 所以拉回来之际 我认为是可以站在买方的 就像刚刚看平常到 上礼拜你不敢买 上礼拜又拉了一根长虹创高 今天因为这样 国际性的利空而拉回 那短期五日均线 大概是28.8附近 我会视为短线的一个支撑 所以今天来讲 我觉得唐龙航都还算是一个 属于形态上维持多方架构 并没有改变 而且投信外资在上周 加上自营的话 大概买了15-6万张左右 那我觉得这样的买盘 应该不是短线就要下车的 所以我在上周也谈到 前高30.55元 我会视为他是有机会 去做一个挑战多突破的